數百名香港和來自亞洲地區的法輪功學員 5月10日早上聚集在香港大會堂前 在祥和的音樂下列隊練功 揭開今次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22週年活動 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22月10日早上聚集在香港大會堂前 在充滿歡樂氣氛的腰鼓隊表演後 法輪功學員恭敬和時 齊聲恭賀 都為學員分享修煉後的喜悅 因為我小時候很多病 經常都要去醫院看醫生和打針 學了大法之後完全不需要去醫院 童家姐如果真的有爭執的時候 都可惜向外抓 就不要將責任推散別人那裏 以前自己曾經背後受過傷 但我就沒有想著以前跌傷的傷患 都可以康復 最大另外的得益 我想女生會很喜歡的 就是年輕了 到現在都有人問我 你是不是剛剛畢業吧 這樣 我好開心 心理學家吳小姐在政府部門任職 跟隨丈夫一起學煉剛滿一年 因為看完大法的書之後 我覺得開闊了我對這個人生 社會世界各方面的思考 在法輪大法日 學員們再三感謝施恩 祝師傅生日快樂 希望我們弟子可以精進 就不要被師傅常常擔心我們這麼多 師傅生日快樂 萬事如意 最想跟師傅說的就是 我們會努力精進 一起跟師傅回家 多謝師傅給我 可以修練那麼久 仍然我都能夠堅持 我希望再精進 很感謝師傅 一路以來 有很多事都做得不好 都感覺到有師傅幫 都一定會再繼續精順 我們想預祝師傅生日快樂 多謝師傅你 多謝 上午集會後 下午兩點半 法輪功學員由 北角英皇道遊樂場出發 沿著港島區鬧市 遊行到遮打花園 沿途吸引了大批市民及遊客觀看 我第一次見到的 很多人 我第一次見到的 我覺得他很堅持 其實真的是第一次看見 因為一般我就上班和回家 然後所以這回真的是第一次 對 而且規模還挺大的 第一感受還是蠻震撼到的 為了真理的話 我是非常認同的 然後為大家著想的 一些社會團體 我都非常認同 對非常認同 這場面非常震撼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在大陸沒有的 香港大紀元記者林怡心靈報導 第四個濕網路 各位市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